我们这个沙江烫压强度 拉拔强度 荣重 都得符合国家标准 大家看看啊 首先 施工性 它不能黏 你看一点都不黏 这个工人 它才好用 今天我们用的就是乳芯科技的这个设备 经过科学的创新 从搅拌器 从这个控制系统 从这整个的设计上 也就解决了我们沙江行业最头疼的 沙子离析问题 搅拌不均匀的问题 搅出来的沙江发粘发死 上墙以后空母开裂等等这些问题 天官 今天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这个罐子 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实际来跟我讲解一下 这个罐子怎么使用的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这个罐子呢 分为水泥罐和沙子罐 两个原料虫罐 我们把水泥和沙子和原料地 拉过来呢 直接可以卸到我们这两个罐子里面 这是进料口 把这个罐车的软管 接到这个钉道口以后 加压 通过漆压呢 把这个水泥从里面打进去 这个原料你就能输入到我们这个罐里面 这种打料方式呢 它可以保证原料的 用输到我们的罐里面的无缝对接 它没有任何的阳城 它是全封闭的 对环境没有污染 而且呢没有原料的外奥 它水泥和沙子原材料的比例呢 是由我们的控制柜还控制的 这个控制柜里面呢 我们研发了一套系统 它可以准确的把水泥和沙子 进行我们设计的配比 加到我们的搅拌机里面 进行生产我们的沙浆 那这两个罐里面 它的容级是多少 我们的水泥罐呢 加买以后可以加到25冬水泥 沙子呢 我们可以加到36冬沙子 我们这个搅拌器呢 目前最大设计呢 是750公斤 那么我们正常用行的时候 一般设计在半冬500公斤 搅拌一罐呢 是500公斤 我们需要90秒 它可以实现 100人的同时 抹挥或者气柱的这个时工 这个窗口呢 可以方便我们工人的清洗 我们就可以看到里边 这里面 这种呢 是螺旋胶螺式的搅拌机 目前呢 是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 你可以看到里面呢 如果有余灰或者机量呢 我们可以用水管 从这个地方呢 进行全方位的洗罐 咱们都是使用人工进行清理吗 我们呢 有手动清理 有机器清理 也可以在我们的总控室里面 实现远程清洗 你跟我刚刚听到 你就是讲了两个生产的流程 那这个使用简单吗 我想试一下 可以吗 可以可以 操作非常简单 也可以试一下 我教你一下 怎么怎么使用 首先呢 第一个我们打开电源的钥匙 然后你就打开搅拌机 这直接摁吗 对直接打开 对打开以后呢 按这个配料键就可以 直接一键启动 一键启动 一键启动 对 那现在里面就开始 现在就开始打亮了 你看所有的电机呢 差不多是转型了 它那个水泥啊 沙子啊 包括我们这边的添加剂 都会按照一定的配方 然后加入到我们这个搅拌机里边 然后进去搅拌 冲了以后就是我们的这个石板沙浆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工人要用的话 直接一键打开 然后一键倒料 倒完料取走以后再关上 就方便了整个操作了 对对对对 如果里面有堆料或者积料物质呢 我们这一块有这个振动 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啊 有振动 那么上面有聊个振动机 那个红色的就是什么振动机是吗 对 红色的振动机呢 它可以把它这个灌壁上的这些余料 可以振动下来 保证我们灌壁可以很清洁 明白 那我感觉啊 你这个除了这几点 还是不一样一般 我感觉好像跟传统的那种 灌壁就是两件的 它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 传统的这种生产方式呢 它那个要建厂 要办含金镇 是 生产出它的干口山椒呢 它要拉到工地上 再次搅拌 再次使用 那么我们这个就很简单 我们把设备直接放到现场 把水泥和沙子 直接打到我们的灌壁 灌里面呢 在现场 现脚现外 现货现用 这个流程就 完全简化了 哦 正在简化了 那我看你这个需要建筑面积 这个需要多大 我这个面积呢 是18个平米 蹭着呢 6米 竖着 3米 整个占地18米 对啊 那对于地基这块有什么要求吗 对于地基的要求呢 这块程度呢 在60度左右就可以了 好吗 好嘞好嘞 嗨 师傅 我看您刚刚在这装料 是吧 用这个去干什么 照片用了 我看你是拿个小桶啊 我小桶不用了 我来借一桶你 借一桶 为什么你要跑到这来借啊 这个你好用 好用 抱着这种粘 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它那个你活着你是松的 基本你活着打样粘的 好用 这个比那个 那个钻链好多了 那您相比这两种更喜欢用哪一种 肯定这种好啊 这种有省事人也轻松 哪个不用这个 不想你那个轻松 省事的 是啊 你用的这个沙浆 感觉怎么样 这个沙浆用起来是很好用的 抹墙的时候 这个很省力 刮面很省力 和那个干水沙浆比较的话 这个就是 工人使用的时候 碎手的很 另外就是说 不浪费 我们就是说 用多少 缴多少 这个卢心 这个小型沙浆蛋 还不需要二次运输 不存在运输当中 产生的一个质量问题 工人使用起来也好用 都是密闭式循环 不存在环保问题 我们公司计划 在我们工地 再安装到300台 到500台